东西南北中 好定在山东 这个关于铁定大巴的误解 确实让人惊讶 原来这辆从山东锦银出发 开往西藏拉萨的旅游大巴 虽然因为长达18天的行程 被网友调侃为铁定大巴 但实际上并不需要乘客拥有铁定的耐力 根据大巴运营方的回应 除了出发和回程那两天是在赶路以外 其他时间每天仅开行三个小时左右 这意味着乘客们有大量的时间 可以下车游玩路过的景点 比如著名的318国道 109国道 以及康定波密林芝等风景胜地 这种安排不仅保证了乘客的休息时间 也让他们能够充分享受旅途的风景 更值得一提的是 这辆大巴车内的设施非常舒适和宽敞 车内有宽敞的走道 车载饮水机USB充电孔 甚至还有单人宽敞的大沙发 航空座椅和车在厕所等设备 这些设施大大提高了乘客的舒适 让长途旅行变得更加轻松和愉快 这辆大巴车的价格虽然高达90万元 但考虑到其专门为19名旅客 设计的舒适性和独特性 这个价格也是相当合理的 因此它能够在市场上 受到热烈的欢迎和追捧 也就不难理解了 总的来说 这辆从山东锦银出发 开往西藏拉萨的旅游大巴 以其舒适的设施和合理的行程安排 为乘客们提供了一次难忘的旅行体验 它让我们看到了旅游交通行业 在不断创新和提升服务质量方面的努力